剛才我傳給你一個是火雞 另外就是有機火雞 另外一個就是有機珍珠雞 是珍珠雞 生命力 生命力其實是很特別的東西 因為整個中醫都有說生命力的東西 但不是很多醫術說這些 治療法有說中醫有說印度醫術有說 但是西醫就少說 直接你去到說癌症就有說 有懷疑為什麼有些細胞會變成惡性 這些就開始說一下大家看不到的東西 我最近看到一個其實也是香港的媒體 你也知道有很多不同的報告 或者不同的大學 他有一些研究出來 他們就會譯回簡單一點 可能一兩個點 他就說什麼 他說癌症原來 就是他這樣說 其中但又不是很全面的說 他說癌症原來晚上 在休息的時候 他們的活動能力更高了 關於黑色數字之類的 我不知道這些又可不可以 其實我在節目裡想提倡一下 因為譬如 阿博士你也經常說 大家都要看一些數據 例如report Data 是Data會好些 其實作為一個受眾 聽也好 或者看一些文章也好 我認識這屆朋友 就看了那個報告 他們整個 那些 paper 怎樣寫 不是呀 不看報告 你看了整天病人 還看報告 現在 現在 現在你不用 他們懂得看 他們懂得看 我們又不懂得看 他們可能叫什麼出來 我們又聽完 還有沒有錢的 你看那些 你看那些文章 那些 你自己當 加自己的知識 是嗎 是呀 有興趣 你不會說 政府又派多 平時 薪水當20萬 美金 如果看 paper 就多10萬 立刻全部給你看 但是 還有考試 更好 就是再分類誰 但去到某個程度 只是中學 大學 都可能有說 之後就沒有人再去看 你拿多少分 是嗎 所以如果你想一下 用 data 就是如果 我們考不到 SAT 我們現在這個環節剛剛完 我先留下來 好 好 剛才和何鏗說起 這些考試 那些 就是說 如果我們 我們是 沒有九成 合格的 沒有九成 我們有零月費 其實是 是要想一下 如果一個人沒有九成 就未必應該教你 九成就是A 如果我拿回中學考試卷 無端白試 訂給老師 每個老師都要檢查一下 沒有九成就 不用再上班了 會怎樣的呢 世界就亂 因為沒有人再上班 所以 其實這個系統 是不是設定了 是可以 給大家 有時間 去看這些東西 還有收穫 去看 有推動力 去讓大家看 還是 看你怎樣去 你獎勵 叫大家看 還是懲罰 你不看就會怎樣 是否可以搞得行 這個是一個複雜的問題 剛才和何鏗談 還有 有做研究 當然好很多 但是 不是每個人研究 想研究一下 你住這間屋 還是住在 下一個浮 另外一間屋 住在 四房 四房一廳 還是五房一廳 想研究這些 就沒有人跟你研究 就算研究了 也是當你個人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到研究 啊 來了 我各個給面 好 歡迎大家給面 聽我們這個 週末吃碗麵 都是分享一些 生活資訊 還有健康方面的事情 趙博士 在兩個星期的時候 之前 因為有一個聚會的關係 所以就 染到這個新冠 之後 這兩個星期 我都說了 究竟我們怎樣 恢復呢 很多朋友 可能都曾經試過 啊 好像調戲順一點 或者想法 調戲順一點 那是不是真的 恢復好呢 還是 應該要怎樣留意 自己 在食物方面 怎樣留意呢 我們現在繼續找來 智博士 智博士你好 是 學坑你好 現在希望聲音 你好 現在一路進展 我就寄一些相片給你看 剛才寄一些相片 那些相片 你見到 是一些 動的雞 一隻 珍珠雞 和一隻動的火雞 拿到我的車 你看著它動的 他就 看看對不對 這隻有機的火雞 有機的珍珠雞 跟農夫合作 一向 一向我就有個研究 關於 那些雞 所以就有些 有些農夫 認識我的 中國人 有些 有些 根據 烏雞 對肺好 然後 我們珍珠雞 也有 珍珠雞 保身 也是很重要的 你有沒有吃過 有沒有聽過這件事 沒有啊 沒有聽過 我們廣東人 那些 是 那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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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珠雞 有個荷葉 包著那隻 哈哈 有兩隻腳 有翼 那隻 珍珠雞 叫做 Ginney Fowl 或者Ginney Hen 這隻是很補身的 很補的 暖身 亦是令到你 康復功能加高 這些在不同的 我想你查中文 你會更加找到很多文章 外面 說些 你看西方那方面 你又會找不到烏雞 對身體如何好 會不會找到珍珠雞 那這個 這個就是 你不是亞洲人 你未必認識的 你未必認識的 你想有研究報告去看的 他都沒有資金 而且他都不明白為何要做 再等多一百年 或者可能有這些資料 但是你可以看亞洲人的資料 看到有些人生小孩 那時候吃一些很補的食物 或者上了年紀吃一些很補的食物 那這些就是其實說生命力 生命力究竟有沒有根據呢 那你可以看 用Opposite來看 就是吃一些沒有生命力的食物 例如西方社會也是 那些封鎖的食物 都比較多 那你說如果 如果亞洲人來說 我小時候是 見過這樣的情況 就是大時大節之前 可能媽媽也好 媽媽也好 就會在家裡養一隻雞 一隻或者兩隻 就在家裡廚房到處走 慢慢看大 我們那時候 有種小時候 跟那些雞雞是產生了感情的 不要湯去 那我們不明白 那時候為什麼 家裡要養著一隻雞 原來是等過節才湯 那時候就是這樣 我們還說不要這樣 很殘忍 但是 哲博士剛才說 那個生命力 是不是一直養著它的時候 去到那個節日 才煮它來吃 就是最有生命力的食材 你說得很對 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就是 起碼這樣 它就不是冰鮮 它也不是冰鮮 它最終是有生命力 但是 絕對不夠講究 第一 你怎麼對雞 你割它那一下裡 你是怎樣對它 猶太人和回教 有講究這些東西 因為它會叫做 是不是Cosher的處理方法 還是不Cosher 是不是 斬到它周圍這麼大 就是怎樣處理的 所以怎樣處理它 因為它怎麼死呢 就很影響它 你吃那一下裡面 它有沒有生產 在身體裡面 一些毒素 是不是 所以 又講究 還有 那隻雞 活著的時候 是吃什麼的 你知道我有一節 就講過 吃黃豆 吃粟米 就會搞到有 這些叫做 身體發炎 就有Information 如果你吃那些都會的 那你的雞又吃什麼呢 你的雞有沒有吃粟米 還是避免粟米 和避免黃豆的雞糧 是不是 是的 如果你講究這件事 然後又讓它活的 然後煮的時候 裡面又用好的油 怎樣 油是好的 全面那麼好 那就是最高境界的生命力 然後一直減下去 你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加州那邊 有沒有一些叫做 deer resistant 的植物 即是變成是鹿不吃的 你有時種了一盤 原來它說 這隻 就是deer resistant 這樣的字 但你知不知道 deer resistant 代表什麼呢 就是不是代表 鹿不會吃的 它是不選你吃的 它會選 有兩樣東西選 它會選 它有機會選 你deer resistant 的比較少 如果你放兩樣東西 是deer resistant 它會選 當它什麼都不能吃 然後它變成餓鬼 很肚餓 它會怎樣 它一定會吃 但是它吃哪一隻 它就會排 deer resistant 有分高低的 有些是很deer resistant 還有有些排位是少些 這樣來分的 但通常人們只會看 是否鹿不吃 它一想著有deer resistant 就等於它不吃 完全錯的 這件事 所以當你想起健康 和生命力 你要這麼多生命力 來做什麼 第一 你小時候 需不需要生命力 當然需要 你長大 原來生命力很影響你 長得快 長得好不好 不要說快 另外就是上了年紀 你又為什麼要需要生命力 因為你的身體 為什麼中國人會調整身體 用人心 就是因為它想保持生命力 讓少些東西會侵入 你的身體裡面 來影響你 如果有些人病 有些人病少些 有些人病多些 就是跟生命力有關 那你說 在中年呢 中年是否需要 中年當然需要 如果你二、三十歲 你想生小孩 男人沒有生命力 你想想會怎樣 你有聽過這些 女人如果沒有生命力 又會怎樣 又聽過這些 那就是說 其實生命力 是由小時候 而無刻都需要的 對 你知道是需要 但是怎樣得到生命力 就是要首先學會 怎樣拿走生命力 如果你不知道怎樣拿走生命力 煎炸東西當然會拿走生命力 但是不會馬上吃煙 喝酒 是會拿走生命力的 因為你會發覺 沒有什麼東西是活在酒裡面的 對吧 其實那些酒是怎樣做出來的 當你用細菌 然後它在裡面發酵 發酵是什麼 就是等於它磨尿 它磨了糞尿出來之後 那些就是你的酒 然後你就喝了它下去 所謂喝糞尿 它自己也受不了 很多時候發酵發酵之後 它自己也死了 因為呢 太高酒量 但我們不是的 我們在市場上會說 你酒量夠高才是厲害的 剛剛就倒轉 跟那些科技和科技 去倒轉就是 根本 酒不是給有生命的東西來喝的 嗯 這個不是一些知識 這是一個要平衡 或者大家要取捨 當然有時候喝完酒 可能在社交上 或者是個人心情上 可能是會放鬆 可能的 因為這個很多朋友 就是 過來人都分享了 其實你喝完好像個人舒服些 但其實第二招起床是很辛苦的 是的 但你看看 社交 因為社會的文化 但你如果看回以前的文化 是有地就好了 做地主 然後你裏面有些人 是一生一世都跟你的 你喜歡怎樣對他 因為他屬於你的那些 那些物業來的 人就是變成物業 以前是這樣的 有些這樣的 那變了 最後社會就變了 其實這樣是人道 這樣是不對的 所以你想想 吃煙喝酒 其實有一天 都可能會變成了 你吃煙 你喜歡而已 但你也會影響我 對吧 那變成有些這樣的東西 會走出來 所以社會文化一路變化 其實你會看到 生命力 大家就開始留意 其實那些煎炸東西 譬如炸雞 真的炸下去 和你的Air Fire 就是用空氣來輕熱它 其實健不健康 你會問 其實兩者 兩者 都還有少許分別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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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會有些不同 所以大家現在都 很經常 煮法是有些不同 對 但兩樣東西都非常熱 肯定是熱的 那變成 如果你用熱度來看 當你燒到一些很熱的時候 會生產一些變化 在油裏面 而油如果承受不了那種變化 它就會變成一些 黏黏黏的東西 黏黏的東西 黏黏的東西 就是你炒菜 黏了上牆的時候 它就會之後慢慢 你如果不立刻抹它 它會變成好像 一些 好像一些 黏黏的 黏黏了進去 而那些東西 塞在血管裡面 塞在肝裡面 就會搞到 那個 即是你吃了下去 可能又要通波 可能有很多問題出現 而你看到 不知道有些人 有沒有買些雞 自己買些鴨 買些東西回來 你會看到有時候肝 如果你有留意這件事 發覺肝看上去 不是很健康 不知道能不能吃 好 我們現在就分享到這裡 我們平時什麼習慣 影響了我們的生命力 然後說一下 怎樣用回生命力 維持自己的生命力 好 好 Hello 我是紐約人壽保險公司的經理 漸電藝 紐約人壽 現在在灣區項充 招聘業務代表 有興趣加入的話 展示電 六五名 所以有些人 吃生命力 他就馬上想起 煮熟了 熟成這樣 那就不好 或者熱過頭就不好 只是這樣想 他會這樣想 他會這樣想 就想吃生物 但是生物有蟲 有機會難消化 或者吃了之後 人覺得很冷 那就變成了 又是一個問題 所以凡是太極端 雙方便 還有你不看油 不看你用什麼料 放在裡面 那就會出了一個問題 問題就是 你又是傷了身體 一個就是 那些食物成份變了 另外那個就是有蟲 或者不乾淨 還有第三項 就是那些污染 重金屬 也是會影響的 會影響腦 可不可以去想事情 還有影響內臟的功能 機能 即是它根本上發揮不到 當有重金屬 或者農藥 那這些就是 這些叫做 如果你不看這些東西 你只能看 有生命力 它走來走去 你不看它有沒有 那它有生命力 才可以走來走去 但是不代表它沒有農藥 不代表它沒有重金屬 所以你是要全面去看 那好了 如果一隻雞 不是有機的 食不食得呢 那你要分 好像我說 要排位 有機當然最好 但是如果它有機 但是不讓它到處走地 其實它就沒有健康的生活 所以它含有身體裡面 是一個有機雞 但是有毒素的 另外 如果它是不是有機的 普通的 但是又困住了 又不讓它走 那它又除了不是有機 除了這樣 再加上有毒素 那又差一些 但是如果它是 就是有給它周圍走 是自由的 不是有機 可能因為 拿那個牌櫃 那你為了安全 你不要吃它的肝 是嗎 是嗎 回來了 今天吃碗麵 就跟趙博士分享一下 生命力的三個字 因為如果你說吃一些 普遍的食品 都會有一些宣傳的語句 就是一定要維持生命力 究竟吃一些保健的食品以外 我們又怎樣有些食物的習慣 會令大家身體上的生命力加強 先呢 趙博士 對了 所以你看看 今次我一直講康復 病完之後康復 給了一些照片 你看到 我有放在我的Facebook 那些可以動的東西 它是多了生命力 但你又不要只看一面 你要看它怎樣養它 又要看它怎樣處理它 還有之後你怎樣處理它 如果你走去放了些很重的食物 放了很多防腐劑的食物 那就變成不是cancel 是加了一些不好的食物 而那些不好的食物 就在身體裡面又會做一些 所以我怎樣做那些雞 那些雞 那些珍珠雞和那些火雞 都是切了一塊塊出來之後 只是用鹽和胡椒 不要走去 然後蒸它來吃 那麽變成了 因為在那段時間 我要加強自己 要這樣做 然後呢 你會留意到 我又擺出來 就是這些 你只剩下那些湯水 蒸它們的時候 加一陣子會結成一些膏 好像一些抹肌 那些油分 但它不是油的 它是抹肌 好像是 對面 對彈性好 那些抹肌 除了面那些油 就是類似啫喱 是的 但是整碟都是啫喱 整碟都是啫喱 整碟都是啫喱 因為它是那個 然後有些人就問 如果萬一那隻雞 不是有機的 或者是有機 但不是走地 有沒有問題 有啊 如果它是有機 不走地 就是說 它雖然沒有吃農藥 有給對的東西吃 但是你困住它 那它就有自己生產毒素 但是如果它是走地 但不是有機 那又有沒有問題 有另一種問題 但是你知不知道 你可以怎樣做 就是你不要吃它的肝 雞肝 你不吃那個雞肝 因為雞肝是清毒的 那你就避免了 那隻雞的問題 最儲蓄最多毒的器官 是的 那個器官內臟 譬如雞肺你不會吃 那為什麼不吃呢 因為雞其實是很多病 所以它有很多真菌 所以雞肺就千萬不要吃了 沒有人吃雞肺的 通常我們清掉它 但是雞肝是下一個level 就是你一定要不要吃那個雞肝 那你懂得選擇了 那剛才我們有說 那些東西如果煎炸 或者是 air fry 很熱 那些不適合的油 那油又有個問題 那有些人就馬上想 就是吃生物 生物有機會有蟲 是吧 吃了下去又有個問題 另外就是生物難消化 你的身體未必在某個歲數 是可以消化到這麼多 load 在生物中 所以這樣又不行 所以有很多東西就是 蒸和不要煮太厲害 這個又很有用 很有用 生命力就是這樣 然後你另外 你知不知道有些berry 是有很多生命力的 藍莓有很多生命力 士多啤梨的問題 就是它很容易吸引了外面的廢氣 所以那個要避免 如果是吃士多啤梨 士多啤梨有很多生命力 但是要賣幼肌 但是藍莓就好些 然後有一個叫serviceberry Service 就是人家的服務 Service 這個serviceberry 在超市裡是不能買的 但是你可以買一棵bush 或者樹 平時自己宅吃的 不貴的 這棵東西 但是它 自己種 Serviceberry 20-30元 有一個這樣 它就好像藍莓一樣 不過就沒有了藍莓的潔潔的味道 完全沒有 所以很好味的 Serviceberry Serviceberry 還有一件東西 就是很便宜的 在家裡可以自己做的 不過未必很多人願意做 那麼我有沒有時間說這件事 有的 你繼續 我繼續 好 那我就說了 這個真的很少人會做的 是加強自己的生命力 又不用靠吃 只是拿一雙蜜 濕了它之後 是冷的 要不就放在雪櫃 要不就放在冰櫃 要不就放在冰櫃 中間冷起來之後 就穿上雙蜜 噢 對 對 如果 趙博士你這個方法 這幾星期大家都開始穿櫃 正常情況下 是穿著雙蜜搗亂的 沒錯 沒錯 現在你就要 濕了水 然後 放在冰櫃 然後放在冰櫃 讓它夠冷 放在冰櫃 沒錯 放在冰櫃 放在冰櫃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 首先 你未放在冰櫃之前 有此序的事情 要跟著 首先要先浸暖腳 先用一盆暖 偏熱 但是頂得順 然後浸暖腳 上到小腿的位置 現在 就把動物放在冰櫃上 然後就穿上去 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 很厲害 因為分差很大 你從一個 真的有時間 有時間繼續說下去 幾分鐘 幾分鐘 算是 就是 整暖腳 之後 把動物放在冰櫃上去 初步 一、兩分鐘就好了 然後 脫掉它之後 就浸到熱水裡 然後 又把動物放在冰櫃上 一冷 一熱一冷 沒錯 然後就會令到你 在那個收出 長期做 做得熟了之後 就越來越好 譬如15分鐘 那些 那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當你那些微思血管 收縮那一下 裡面 就會推動身體 所有的營養 那些東西 就會上去 然後 那些營養 又會進去 那些營養 我自己有問題 好奇一問 如果不雪物 可能大家有考慮衛生情況 我還是有一個新冠養 所以很可愛 如果準備一盆的冰水 會不會做到那個效果呢 是的 那我還說 雪 就是人要Flexible 你就拿一袋冰 放在這裡 或者一些 好像你所說的 就是凍水 放在一個盆 或者一個籃子裡面 然後那些冰的 你一樣可以放在上面 有時候有些叫做 Ice pack 你也可以放在上面 你喜歡一袋濕了 放在上面 這個概念就是要 凍過你平時開水喉 那些冰水 然後你又浸暖你的腳 然後那個時間 其實整體來說是15分鐘 但是大家初步做 嚇壞了 以後都不回來聽 就不行 這樣 是的 你看著你自己 但是這個方法 是一些古方來的 是很多 就是幾百年前 那些人專門用來 調整人家的身體 就是加強生命力 那我就看到 這個又不用錢 又不用做些什麼 又不用去買些活的雞 當然如果你全面這樣做 那就很多東西都有幫助 但是起碼你們 我就讓你們知道 有一個這樣的dataset 在外面 是沒有人做過研究 關於這些東西 因為你想別人 跟你簽下去做這個研究 都很難 但是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原來很多人 那些古代的人 做過這些東西 寫下了它 然後一邊傳下去 就是說其實有很多人做過 有時候你要用這些data來看 不可以只看 在醫學院裏面做 因為醫學院哪裏會 而且還被學生笑死 就是說你做這些分析 你明白嗎 所以這些古代的東西 不可以少看它 嗯 沒錯 沒錯 所以大家都集思廣益 也好 或者多放一些不同範疇的東西 看完之後 至少就是阿智博士奇 今天講的幾個方法 都只是大家一留意一點 講究一點點 那個效果已經很不同 是的 好像有些人脫頭髮那些人 頭髮開始薄一下怎樣 你一定要看清楚你的水流水 裡面有沒有就叫做sodium laurelsulfate 有的話 越早剪掉它越好 因為sodium laurelsulfate 不是馬上會影響你 但是有些人不知道做了什麼 就搞到那個SLS 就影響他頭髮的健康 沒錯 好生命令 好下個星期再談 拜拜 拜拜 你好 你好 今天很好 今天我們的內容好像 伸延到和發揮到 好啊 你喜歡就行了 最重要你覺得聽下去 是嗎 剛才那個浸腳 我相信這些人家都比較容易 難做 這個難做 因為它冷 什麼冷 你上來暖 但是其實那個康復 其實是說熱凍熱凍的東西 所以那個才重要 但是問題是你不搞到它夠冷 你很難令那個收縮功能去到那樣 因為腳那些血管的彈性 通常都是弱一點的 要不然也不會腳冷 或者不舒服 你要令到它有那個大的 contrast 才能做到這些東西 明白 因為其實如果浸 我覺得這個浸是挺有用的 但是那個時間 他們自己的承受度有多高 還有你找一個人 就是身邊的愛人 原來他幫你做的 這個就會加強大家的感情 對吧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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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拍拖 不要去外面 做一些這樣的事情 都是對感情很好 對 對 沒錯 這個想法應該要非常推廣 是嗎 兩個男人聊天會比較好 Ginny在這裡有很多角度 不是 多角度 你想想 很簡單 你想想 你選擇一個人 在你身邊 心上人的 你和我做這個浸腳 最好就是拍拖的時候 一早就知道 這樣就變成 不對 你原來對我的腳 或者對我這樣做 就像大家做SPA 那樣 只不過SPA 就是這樣 有少少不同 一般的SPA 是嗎 是 是 腳底按摩 如果是純粹 你說中國人 或者亞洲人 腳底按摩 其實現在西方人也是 都明白腳底 是的 它按月位 月位是一種概念 但是血管怎麼做呢 就是這種 而血管很重要的 因為你的營養 那些氧氣 你知不知道 一個小孩 我講一個Data Set 給你看 你覺得怎樣 是道理來的 就是一個小孩 呼吸比較不夠深 但是 這樣快的 你想想 其實他那個 他的氧氣 就不是很夠的 它會影響他的長大過程 和你教識他怎樣去呼吸 用丹田 呼吸深入 而沒有那麼快 這樣 他的增長 整個情況 就不同了 因為他是呼吸深 所以有些運動 是會教你呼吸深的 有很多運動 其實是不理會的 但是所有任何運動 都會深了一點 只不過他有沒有教你去深呼吸 尤其是跑步 會深了 所以人們就會覺得 做多些運動是好 但是其實是運動 都要分類的 是的 我想如果你自己跑步 這個可以跟你說一下 你又喜歡說這些嗎 運動我 我簡直是十年的一個投放 是嗎 其實多了大家 其實應該這麼說 香港是2003年 沙士之後 運動的那條路是沒有跌過的 即是大家一路 即是傳聞運動也好 即是運動的產品的開發也好 各樣東西都 其實全球都多了 所以投放運動的時間 比例是多了很多 你知不知道踩單車是一個 很好的運動 踩單車 但是踩單車 當然好過你去跑步 為什麼呢? 跑步的影響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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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談 我設計幾個題 我一直夾著 但是有些什麼 那星期發生 我們就先說 好啊 運動好運動 我很有興趣 其實我相信聽眾 都覺得興趣 是的 什麼是好的運動呢? 還有究竟做運動 其實是否需要吃好的東西呢? 如果萬一你吃得不好 但是仍然做運動 又會怎樣呢? 很少人看這些數據 但是有數據在外面 就是吃得不好 而運動 我們就在這個運動 我設計幾個題 好 謝謝你 不用 我想問 你上個星期的 Archive 那個tip 你自己有沒有錄到 還是我都要幫你做? 不用 不用 我如果在家裡 我就會自己存回 但是如果我不在家裡 即是我出差 那就要麻煩你 好啊 如果知道你出差 我就幫你處理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好的 拜拜